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关 在今天我们的网络独播伴 邀请到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来谈谈 今天所公布出来的大陆P&I指数传出好消息 而且突破了50 等于站上了荣枯线之上 这是代表中国大陆景气要好转了吗 对 而且这是数据知识 真的开出来符合预期 大家知道其实中国的去年解封是12月解封 但是这个数据其实是怎么样 我们在1月份去公布12月份的 所以基本上是怎么样 整个市场已经开始转好 已经回暖了 已经回暖了 我们来看P&I50.1回到荣枯线 一般我们都看50 对 所以说其实 50很重要 而且就有两个数字 一个叫做制造业 这是大部分的官方制造业 那制造业其实包含你说这些副食品 医药 通用适配 这种比较类似这种所谓的 我们说的消费类的 基本上已经开始什么 直接从底部拉上来 那直接现在对标到中国就怎么样 在这个春节的期间 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开始怎么样 开始暢旺 那这个暢旺的过程中 大家看到一个状态是怎么样 开始有什么官方的加持 那中央加持就什么 补贴 补贴又来了 在上海1月29号发布了10项行动32条措施 大陆汽车股就大涨了 对 所以你看在这个春节过后 台股也好 路股也好 都涨车股 都涨车股 那涨车股很简单 第一个是怎么样 现在大陆的各个省集市 都规定它的GDP 上海被规定GDP是5% 所以它为了达到GDP 它只好刺激 它怎么刺激呢 它说 如果你买车子本来是要付购计税 它现在减免六税两费 对 新车的税金 税金全部都拿掉 而且如果你买什么新能车 绿色节能 我在支付你10%的补贴 免税我还補你10% 所以你看 这是电池类的 跟整车的汽车零组件的 你看本来对地长盘旋 直接上来了 两天 这两天都是直接 所以有没有反应 有喔 有反应 这个有反应 所以这个大家看到 这叫做制造业市场 那第二个是服务业 就非制造业的PMI 好 非制造业的PMI 斗角度往上飙升 来到54.4 对 表现更好 对 所以这个就更符合 大家去思考的 什么叫做非制造业 就是服务业 大概餐饮业这一类的 基本上春节 今年真的是怎么样 电影院也筛爆 戏院 然后还有餐厅 甚至飞机都筛爆 所以等于什么 真正的金融活动之外的什么 这些一般的消费者服务业的活动 直接什么 运行反转 而且是到了前高 漂亮 所以表示这个动员是怎么样 刚才讲的是制造 现在讲的是服务 所以大家来看 这个春节期间 整个的运量 还有整个的所谓的大陆春运 其实已经回到什么 之前的七成了 所以大家知道这样的重点就是说 去年的解封 其实是有效的 而且是大家 赶快要出来消费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整个疫情的人数怎么样 发热门诊下降 然后春运的人次向上 那你说还有没有空间 大家一定问我 还有没有空间 其实大家看到 你看 如果有空间 你又有空间 现在大概是回复七成而已 所以等于第一季 接下来要看的是五一长假 所以五一长假 这边可能还有三四个月 所以外资在评价 这些所谓的A股的时候 现在就两条路线 一个是消费类股 一个是汽车类股 所以外资有没有卡位 你看一下就知道 其实外资在这个月 赚到爆买A股 爆买A股 爆买A股 来我们来看 对 外资元月份大局买超户升股票 是过去 两年以来买最多的 买这么多 而且这是真金白银的 所以大家看到现在是怎么样 人民币涨 外资砸钱买A股 所以A股 你说行情结束了吗 我觉得行情是应该是说 他现在很火热 可是你不要去追 但是他的多头趋势开始启动 这个时候 我们在投资的路线 我觉得就两种 好来 投资标的怎么选 对 其实我在年前 就跟大家讲 A股的市场 我记得上次 股邦上升 开始做回党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点 我们听到 这种消费性 我们刚才讲的 很多的消费什么 电影什么的 都已经力多实现了 所以开始回党 反过来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什么 这种中小型的 或者是说台湾相关的 像广宇 美其做电池的 东洋做汽车整车的 如果跟这个大陆的汽车整车 或电池相关的 又在低位阶的 大陆的电池跟汽车 开始往上涨 其实这些股票 一定会跟着学生 而且我帮各位朝 这下面三长 其实外资最近都怎么样 开始嘛 而且是买上去 美其马 东洋最近外资都有多 这是做整车的 那这做电池的 那管理就是做连接线的 其实它的线形都不错 而且我提醒大家 都在低档 低档往上拉的 相对比较安全 好 不过昌星在街 我们也是有点 等薄还乐 因为昨天大涨超过500点 之后今天回档 超过200点 有些个股出现了 爆量长黑该怎么办 我觉得有些爆量长黑是这样 如果本来在年前 你就有一个人 像我们这两天听到 几个朋友或是大户 他们只做一件事 是减码 高档的他在减码 所以那种高档爆量的 人家在减码的 你就要小心 尤其我提醒大家 现行破坏的 什么叫现行破坏 求你中在巨洋 上去的 然后直接是破线破价 连续两天大跌 破线破价的 这个反弹 小心 这边就变压力了 这边就变压力了 像第一金 我看今天外资也卖了蛮多的 所以他也是怎么样 盆盘之后破线破价的 那其他的 我看比如说像东哥游艇 他算是这一波的标股 可是今天的长黑 灌下来之后 外资又大买 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 没有破坏的 他只是什么 修正乖离过大 所以这种趋势 没有被破坏 修正乖离过大 反而我觉得 楼上比较安全 楼下比较危险 对反而比较危险 所以楼下是第一金 这种下面三个的 我认为你如果没有买到的 你现在不要再去跟人家躺浑水 如果你有买到的 你来不及出的 反弹 我建议减码 那楼上三个的话 看来相对比较安全 好 所以该买 该卖 我想大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